要供养上一代 所以可支配的个人 金钱比80后要来得多 也将成为未来的消费大军 这顿午餐两个人点了三道菜 700块台币 这是李派峰周末和朋友聚餐 正常的开销 刚进入社会的90后 收入不多 得经打细算过日子 23岁的李派峰 在网络科技公司上班 午餐有公司补贴25块人民币 晚餐公司免费提供 省钱也省麻烦 吃饱了再下班 我每个月一定会存下那一部分钱 就一定不会动的 三分之一的钱拿来存 三分之一的钱拿来花销 三分之一的钱拿来加房租 他每个月薪水一入账 就自动扣款三分之一 存进理财账户 对喜欢的东西他不吝啬 两双Nike鞋是他特别上网定制的 一双4000多台币 秀有他的名字 手机用iPhone6 准备买iPhone8 笔电用的是5万多台币的高配备 音响是6000多台币的知名品牌 想花就是需要花的时候 我是不会省的 我是会看中那一个 就是它的质量 然后还有那一个产品的这个品 他毕业后工作四个月 就经济独立不再跟家里拿钱 花钱最多的是买相机装备 他大学喜欢上拍照 父母帮他买了照相机 他得过两次奖 用奖金买了一些相机配备 并从大二开始 接case赚零用钱 前后花在相机镜头的配备上 有12万多台币 对于喜爱的事物 他全心投入 至于80后70后 老担心买房子的这件事 他没有想过 基本上不会考虑到谁去买房 如果我真的要弄得钱了 我会拿去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 或者做一些我特别想做 那是用做不了的事情 出去走一走看看世界 认识更多的人 不会说考虑买房 买房压力多大 你现在买了房 现在八个份人都不能全款买房 买了房得加房贷 加房贷 假如你要买车 你还得还车贷 每个月的工资 其实基本就不剩了 所以你就给房子跟车子给绑住了 就觉得特别不自由 同样是90后 21岁刚毕业的刘贵阳 谈起买房子 他说 家里有房 不用卖 我们家里有 是家庄市区的房子 对 而且一个孩子一套 我还不得把那座房子买掉 为什么 如果把那座房子卖掉 你想做什么 给父母改善一下生活条件 还有定位的交易环境 然后可以自己买一部车 然后可以带着奶奶 爸爸妈妈出去玩 刘贵阳刚上班 不一个月 第一个月的薪水 还没有拿到 他的计划是 收入的两成 用作生活费 两成社交 两成存钱买车 两成旅行 两成买衣服 开始工作 他手头很紧 但不会委屈自己 穿戴有自己的风格 手机用的是iPhone6 我觉得一部好的手机